字幕提供 賽馬會精英杯B組 潔志對軍業北區比賽地點九龍灣公園 頭場的草隊因為出了問題 延遲30分鐘的比賽 夕分榜藍鳥潔志排第二位 而君业北区就排第3 紅衣的君业北区 在早段來說 可以說是想到方法 怎樣去招呼結智 馬圖斯這個策動進攻 駁到一個佛球的範圍 這個佛球已經製造了機會 葉祥文線後 馬圖斯僅僅是拿不到 這個攻勢也是君业北区 在這場比賽第一個攻門機會 也為結智在後方敲向了警鐘 接下來羅曉聰的尿絕傳訊 讓馬圖斯當主角 8分鐘的入球 令到君业北区領先 結智有多位主領 代表港隊出戰亞洲杯決賽周 在變陣之下要踢霞峰球 接下來結智找機會 好累了 菲蘭道的傳鬆 背對龍門起腳的是欣查 這兩位球員在上半場 不斷為君业北区的後防制造麻煩 君业北区的主教練就是梁智榮 接下來的時間要接受挑戰 原來因為結智在上半場的尾段 憑著一個角球機會 找到攀平的方法 菲蘭道的角球令羅素做了入球攻勢 上半場的比分是1比1 馬半場的組段 結智是禁著君业北区來踢 這個宮門就是來自南韓中方金信玉 不過這個頭巡也是緊緊處邊出界 君业北区今季首次在九龍灣比賽 接下來的時間 他們也是嘗試找方法去破解結智的防線 原來羅曉聰的射門無功而還 不過接下來肯定做功臣 面對著幾個結智的後防球員 都被他起到腳 這個入球出現的時間就是81分鐘 是他在今季精英盃的第二個入球 尾段君业北区找到這個入球回來 到接下來的時間 要接受結智的圍攻 這個機會雖然拉美智 成功把球送到入網 不過助理裁判舉其示意 在過程當中是月位在先 欣查頂這個球中處 拉美智入球 但就是入球作廢 入球無下之下 君业北区在保時階段又找到方法 肯定推過門將石浩森 成功把球送入網 個人金場的第二個入球 令到君业北区能夠以3比1的擊敗結智 亦都令到他們在精英盃壓過結智 升上第二輪